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我们执行的是哪个程序啊 我们执行的是USR下的B下的password 当然你全写也没关系 是吧 我们执行的这个程序 各位这是一个程序 没有吗 它在执行的时候产生了一个进程 明白吗 这是一个程序 我们把那个来给大家画一下啊 看一下 USR下的什么 B下的password 这是一个什么 这是一个我们叫程序文件 程序文件或者叫程序 它不是进程 明白吗 它只是一个程序文件 这个文件有多大呢 这个文件如果看的话呢 它没多大 不是看到的啊 不是看这个啊 港医学院 刚刚去 是吧 USR下的是什么 B下的password 是B下还是S病啊 B下的 好了 各位看 大小也无非才要多少 28K 只有28K的一个小小东西吧 好各位 这28K是指的是它占哪的 28K啊 是硬盘还是内存呢 啊 我这么写 我这么写大家能看懂吗 我写个disk能看懂是磁盘能看懂吗 能看懂了我们就试磁盘了 它占了28K 没错 那我问大家 它占内存吗 它会分配内存空间吗 内存是MEMORY 当然可以简写为MEM Memory 童年的记忆 记忆啊 记忆OK Memory记忆 来问一下 它占不占内存 它需要分配内存的 给它分配内存吗 占不占 不 要不要占 我说了这是个程序 你搞清楚啊 这只是一个程序 没有吗 这是个程序啊 这不是一个进程 我还没有运行 能听懂吗 它不占吧 它肯定是不占 那我所以我就把它写成 它不会不分配吧 或者不使用 好吧 它不使用内存 不分配内存给它吧 然后还有一个呢 我问大家 它会占CPU吗 CPU 就是CPU会给它分配时间 去运算什么的吗 会吗 不会 也是什么 也是不分配的 同样 它对于网络 它会用吗 Leadwork啊 会用吗 也是 不会分配的 好了 各位 无论是磁盘 还是什么 还是内存 还是CPU 还是网络 这是我们系统当中的一些什么 我们可以称之为资源 对吧 是不是一些资源 这是我们系统上的各种资源啊 各位 这些资源是不可再生的 或者是很紧俏的 你看 一盘 一共也就是那么多个G 或者多少个T 是吧 然后呢 内存呢 也就是无非就是那么 几百个G而已 是不是 那我们今天还没有几百个G 只有这个服务器 只有六十几个G CPU呢 CPU大家知道 你买的盒越多 那就越贵 是吧 肯定不能够说 无限制的去 买那么多CPU 你想使云主机 对啊 你选云主机 一颗CPU 一盒 这个价格和 N盒价格是什么 不一样的 对不对 所以这些都是资源 这些资源 我告诉你 你想上升到一个台阶 你要花钱的 叫翻倍的 能力懂吗 各位 好 但是我想说的是 非常好的是什么呢 我们现在的 这个程序 它是 不占什么 它只占哪个 说 它只占我们的硬盘 哎呦啊 写不出来 这里的占硬盘了 严格讲 这个话也不对 这个占硬盘 它只是说在硬盘上 用了28K 但是它用不用 IO啊 我这边没有写 没有写那个 没有写好啊 应该下面再分一个 它用不用那个 它只是说占了28K的什么 存组空间 是吧 这个其实我们认为 算不了什么 就它有没有占我们的 Disk的IO 有人说什么叫IO啊 就是它需不需要 这个程序文件 它需不需要触发 我们硬盘的各种读写啊 要不要 不占用或者不分配是吧 哇就等于是啥 它等于睡着了一种感觉啊 它啥也不分配 你看 各位我想说的是 这四大资源 哪四大资源 一个是我们以后简称为叫做 IO 哎呦怎么上不去了 完了上不去了 第二个是什么 内存 第三个是什么呢 是CPU 第四一个是 网络 我想说的是 这四大资源 是我们系统当中 大家都在争抢的资源 明白什么 就是你要想抢到 它可能就用得少 对吧 这个一共就是那么多 僧多就少 狼 狼多又少 那还有一句话呢 叫狗多 这就不说了啊 这 啊 这我听不懂 好 再给大家强调一遍 我们的程序文件 它只是占了这个28k的容量 好不好 但是他我们这里所说的占没占磁盘 我们主要指的是他占不占IO 他要不要读写磁盘 要不要 不需要 你不保问他不需要吧 第二呢 他不需要分配什么 内存 是吧 你要知道你分走一 你一百兆人家就什么 内存就少一百兆 第三 他不分别什么 CPU 就CPU 什么叫不分别CPU呢 CPU是用来干嘛的 我们叫CPU是计算的 是吧 你要算一个一加二 那CPU得给你算呀 你要你要搞一个什么 运行一个什么 什么那个程序 CPU给你算呀 什么叫给你算 就CPU得把时间给分给你 专门为你服务 明白吗 CPU说我给你五秒钟 把你算完 那这五秒钟 CPU是不是就不能够 干别的事啊 当然我说的五秒 是一个 是一个夸张的概念 我给你五毫秒 或者五更 更小的单位 我给你来算完 因为CPU算得快 有时候说 有人可能会说 他说老师 我算一加二 加三加四 加到一百 我要算好长时间呢 CPU就 一毫秒可能都不到 瞬间搞定 是不是 能明白吗 就是程序 占不占的四大资源 占不占 我以后问的 问到你系统中的 这四大核心资源 你告诉不了我的话 我就收拾你了 一叫什么 磁盘IO 第二叫内存 第三叫CPU 第四网络 网络带宽吗 是吧 那问一下 我们以后你知道 有人说老师 我们以后讲调优吗 讲啊 假如说 你这个 这个 这个什么 这个机器 IL能力巨强 内存 空间什么 巨大 CPU呢 巨多 网络带宽 巨高 然后就运行的 你一个程序 调不调优 需不需要调优 不需要调优吧 你跑得欢畅的很 是不是 没有调优 什么时候需要调优呢 可能就是 我运行的 我这个什么 运行的好多程序 或者是保误量呢 从原来的1000 变成了10万 这个时候可能资源不够了 怎么办 需要去调优 做优化 是不是 以后我们做调优 也无非就是 干嘛呢 均衡的去为大家分配 或者有效的去分配 这些所谓的 四大金刚 对吧 四大资源 没有吗 所以以后说 哎呦 这个我们这个服务器 64G内存是吧 看起来够高 但是反而网站 现在呢 有原来的1万人 变成了10万人 哇 是不是有点 这些资源 有点吃紧呢 吃紧怎么办呢 我们去通过调优 去做到 比方说合理分配 或者有效分配 来达到什么 更加资源 在这个有限的情况下 能够有更高的 一个产出比的 这样一个概念 没有吗 对吧 好 但是我说了半天 我想告诉你的是 程序 他说 我不要这个 我们不需要这个 是吧 你的四大资源 我一概不吃啊 我也不用 但是 我们有一个用户 叫什么呢 随便一个用户啊 无所谓 一个用户 假如说 叫做 爱丽丝也罢 或者什么也好 是吧 他去 运行了 这个程序 明白 他运行了 他怎么运行的 他就敲一条命令 是不是执行了 他运行了 这个程序 然后产生了一个进程 那家伙就不是原来那样了 这个时候产生一个进程 进程怎么画呢 很抱歉 我这边没有那个 那个 那个叫什么 手绘版 我在下周 我让买一个手绘版 下周什么 我画的挺好看的 就 就是两个齿轮 两个齿轮脚合在一起 那个进程 啊 放到我腿上吧 他说放哪个地方 画不了了 画不了 我就用两个圆圈表示吧 或者用这个 多边形 我有心不行 就画两个齿轮 脚合在一起 我们叫做进程 好吧 就充当进程吧 我也没办法了吧 进程 有时候进程长什么样 那还是看不见的 好吧 对 这就是一个所谓的什么 他去 各位 他去执行他 各位 他执行他的时候 需要什么权限 需要 X权限啊 这个都不知道吗 受不了你们 他是不是需要执行权限 他去执行 这个文件 产生一个进程 各位 这个程序文件 本身是不占四大资源的吧 但是产生一个进程 这个进程叫什么进程 叫做 帕斯沃尔的进程 对吧 每一个进程 会有一些特性 什么特性呢 这个每一个进程啊 首先 每一个进程 他会有一个标识 有一个进程的 这些我的图片上就没有啊 所以你该画画该记记啊 好吧 其实刚才这对进程会有一个 我们叫标识 叫做什么 PID Process Identification 进程标识 这个弄得吗 就是PID跟UID一样 不同的是呢 UID是用来标识一个用户的吧 GID是用来标识一个什么 主的吧 而PID标是什么 进程ID 甚至还可以有什么PPID 有人问我说 PID两个P是啥意思 这个PID Process进程那个意思 那个PP呢 前面那个P Parents 父母的ID 附近成的什么 ID 就是他是谁生的 知道吗 我们Linux里面 听好了 跟人类不一样 人类是母亲生孩子 雄性还是雌性 然后 在系 在那个Linux系统当中 在程序里面是什么 附近成生孩子 能听懂吗 就是每一个进程都是由谁产生的 谁 谁 谁那个生的 谁产生的是由附近成 然后来产生的 对不对 好 所以每一个进程 除了有他自己的 就是你叫什么名字 你爸叫什么名字 看到吗 这你的ID是哪个 你爸的ID是哪个 就每一个进程都会有什么 进程的一些标识信息 当然有同学问我说 老师 这些标识信息存在哪的呢 如果从比较正式的术语来讲的话 每一个进程会有一个结构体 但是这个呢 可以不用关注 这个毕竟是从底层开发的层面来关注 好吧 好 然后我们说 进程是不是有一个标识叫PID 还有什么 PID 请大家把这个画成两个齿轮啊 咬合的齿轮 绘画吗 这水平啊 这你们真心好好学绘画去 齿轮的绘画 长成那种的 就是长成 长成凸出来的 把长成围成一圈就行了 那种的 叫齿轮 大齿轮里面套小齿轮 漂亮的 不是 你得上画一个东西 才证明的是进程啊 否则的话 你也知道是进程啊 写老字 那不直观 圈吧 随便吧 好 各位 先问一下 请看啊 这里很重要的事情来了 要不要 他要不要占我们的 DISCIO 要不要占 需要 要多少 那就看他 这个进程在运营的时候 他的读和写的一个 平凡程度了 是不是这样子 好 各位 我问大家 password的这个程序 占的IO大吗 你感觉 不大 不就是改个密码吗 写到了一个文件里面去 写到什么 是不是写到 EDCR的shadow里面去 写到shadow 那也是IO啊 对吧 对吧 IO也要操作 是不是 那有些进程就不要了 比如说你保我的FDP进程下载文件 你保我的FDP进程下载一个文件 这个IO的量 一个是占IO量比较大吧 一个是占什么 网络带宽可能比较重吧 所以不同的进程 他对这四个资源的什么 需求不一样 那表示我要运算一个复杂的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东西 要做一个什么大数据运算 哇 那他占的是什么 CPU比较凶一点吧 所以我们说 有些进程是可能偏IO型的 就是什么意思 他可能他的运行起来就 就狂占什么 狂占IO 而有些进程可能是偏什么 CPU 我们叫我们叫IO密集型 大家听过密集恐惧症吗 密集 有些进程可能是 我们叫IO密集型 有些进程是什么 CPU密集型 对吧 这个不一样 这个来看哪个进程 好 然后 再问一遍 M1M 解写一下行吗 需要分配吗 必须的 然后呢 还有什么呢 还有那个叫叫叫叫 CPU CPU分的是什么东西 有人说老师 是不是在CPU上敲一块给他呀 不是 CPU分的是时间片 没有吗 我给你0.0几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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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时间片 懂得懂吗 大家就一个CPU 就相当于你们现在修自行车 就一个班子 你们现在10个人要修自行车 就一个班手 好吧 怎么办 你用0.01秒 你用0.01秒 他在用0.01秒 多么好 这个 最后让外界人看起来 你们都在一块修啊 是不是 其实CPU就一个 有人说那要10个CPU怎么办 那好事啊 有10个CPU的话 是不是更快啊 对不对 但是那要不要钱呢 那肯定要要 是不是 成本 硬件往上升 成本就往上涨 所以企业不可能说无限 我认为的调优最好的手段就是 不够是吧 买机器 买硬件 这种调优的效果是 直接彻底的 而且是 擒之最有效的 我曾经给 给那个 这个 我曾经给一个某个 某个电商网站的架构式聊天 不是架构式 CTO聊天的时候 他说他们公司 CTO 对技术总监 我不说哪个 因为现在是录视频啊 然后我聊天的时候 他说什么 他说我们公司调优了 基本上不怎么调 就是一些基础调又调好了 就调不调了 因为调又有风险 他说我们公司基本上就是 不够了怎么办 买 这个带来的这种什么 成本可能是提高了 但是安全性的会 效果呢是明显的 对不对 风险也是降低的 反正是我想说的是 有钱呢就不需要调优嘛 这资源是刚刚的 把那个 就是找人那个钱买接线 把什么钱买接线 找人维修 往上不难 不是找人维修 找人调优 这是调优也是 工程师干的活 就调优也是 有时候是这样的 比如说 你平时跑一小 那个一公里跑多少五分钟 是吧 我说快点三分钟 我跑一下 跑完以后死了 会不稳定 是不是 因为一条优势 会有潜在的一些风险的 没有吗 不是说上了就嘎嘎嘎嘎 你是让人家跑在那种超 超负荷状态下呀 玩意跑着跑着就跑出事了 怎么办 好 所以这资源我们看一下 这个需要分配吗 嗯对 还有什么呢 来他 我们有时候简称于网络 好吧 需要分配吗 需要站吧 基本上是需要的 当然对于password来讲的话 我这里的password 它只是一个 对啊 我远程改密码 是不是也需要 我远程改密码 是不是也需要 所以这些资源通常是需要的 而且 哎 我想说一下 等一下 每一个进程 除了有他的PID PPID 还有什么呢 还有他的我们叫状态 状态 就是他现在出在什么状态 什么状态呢 就像 等一下 你去超市 超市 你想想 超市里面的这个购物人员 是吧 他的状态肯定分为好多类 一类这是正在接受收银员的收银 明白 我们可以把收银员想要成CPU 能力懂吗 超市的人比较多吧 收银员多吗 肯定不可能是一个人配一个 这个毫无疑问 是不是 成本考虑 所以我们看啊 状态 比如说叫什么 拿超市举地好吧 超市 超市的购物举地 OK 准利 那怎么着 我们看啊 会用哪些状态呢 有些人正在 正在 结账 就是接受那个什么 CPU的服务嘛 是不是 有些人正在干嘛呢 正在 等待 就是排队是吧 等待吧 等待结账 有些人正在什么 正在选择 还在挑选什么 这个 挑选商品 那么这个状态 在我们进程来讲 你看这是人的状态 是吧 进程也有状态 正在结账呢 我们叫的runny 正在运行 是吧 然后 正在等待结账呢 叫什么呢 呃 等一下 我慢一下一个单词啊 这个记不住啊 不要不好意思啊 慢一下PS 一会儿给你告诉你啊 叫runn label 就是在等待 相当于 请不吝点赞